迎接毕业季求职的热潮 劳动立发展署就选在闹区的百货公司 举办连续三天的就业博览会 现场有超过70家的厂商 提供将近4000个职缺 而且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工作机会 这起薪都超过3万元 第一天就吸引许多毕业生前来求职 而不少民众也都希望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博乐 6月是毕业季也是求职热潮 不同以往大杂会型的就业活动 今年就业博览会以高薪高科技产业为特色 邀请超过70家的热门企业提供职缺 包含电子业和网路业等都释出高薪职缺寻找人才 第一天是所谓高薪职缺的部分 总共有23家厂商 那其中30K以上的职缺 占了整个求职求财的一个职缺 百分之八成以上 另外第二天是属于高科技产业的部分 第三天是我们制造业跟服务业 活动现场人潮聚集 就连国军单位也涉贪招募 一旁也有职讯专区提供民众现场体验 求职者和雇主讨论的热烈 而不少毕业生也前来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 因为我最近要再找工作 然后就看到这个消息感觉 自己的情形都很高 所以想来看看 就是我是现在是大三学生 然后想说刚好离学校很近 所以来这边先了解一下各个产业 它会需要人才的一个部分 台上原住民跳起战事舞 为就业博览会热闹暖身 甩开毕业及失业的口号 一连三天的就业博览会 每天都有不同的求职主题 就是希望民众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博乐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